现在将挑的动作 挑在骨心里用的是最多的一个指法 说简单的挑的含义就是食指向外剥弦 动作要领的是大指扶在食指的 末一节的外侧的上部 不要扶在关节上 扶在上部 把它自然收回 食指完全是被大指给收回的 是放松状态收回 其他指头自然伸开 然后大指再把它推出去 一直送到伸直为止 这个动作是挑 在琴上的动作是中指扶在隔一个弦上 比如我们做第一个指法 我们做三挑七 就是弹七弦的空弦音叫三挑七 中指一定要扶在隔一条弦上 做一个支撑 也是一个依靠 也是一个帮助 这个指法将来还会有用处 就是也是一个准备 就是挑完以后中指还有动作的话 这就已经有所准备了 那么在触弦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下指不要浅 是在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 指甲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弹出去 要离开弦弹出去 不要贴着弦 触弦的时候 食指跟弦的关系是95度角 不能太往外倾斜 也不能太直 弹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向前略微向下一点 是这样的方向 不是向上 也不是向下 向前略微向下一点 弹完了这个七弦 会被第六条弦挡住 这个位置呢 恰恰我们是刚才弹七弦的时候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我们想调六弦的时候 正好也是一个准备 所以动作是充分的自然的松弛的 中等速度中等力度 在出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些中等速度中等力度 那么小指呢和无名指呢自然伸开 古代或者有些传统的演奏家们 希望小指伸直一些 看着好像姿态比较好 腕子是放松状态 腕子跟中指在一个水平面上 中指跟弦的关系呢 大约是45度角 然后右手的肩肘臂 都是自然放松状态 不要抬起来 也不要压下去 自然状态 人坐在这也是放松坐直 这个人的肘呢 可以稍微往外放宽一点 离开身体一点 也可以自然捶下去 但是不要张开的太多 手不要这么歪 要正 中指伏在弦的时候 是最末一节的 也是三分之一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自然地推出去 再做一次 这就是三条七 如果再继续弹下一条弦 也要终止把它重新开始移动到那里 准备好 再三条六 同样道理 很自然地移动过去就行了 不用做什么其他动作 这都是不需要的 这个时候手不要往前翘 完全是指头自己动作 不要有这个动作 也不要用中指往前拉 一直保持所有的部位自然放松状态 仅仅是大指推动食指 在调二弦的时候 这已经不是隔着一个弦了 是相邻的两条弦 所以恰恰是我们刚才调完了三以后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中指扶住 食指稍微提起来一点 拱起来 不要这样 而是拱起来一点 让开第三弦 直接调第二条弦 然后充分伸开 不是向上撅 而是自然伸开向前 基本是并拢状态 在调一弦的时候 手往前送一点 还是目的为了让食指触弦的时候 是95度 下指伸前 还是跟刚才一样 手不要抬起来 轻轻离开弦一点就可以了 还是放松状态 然后把它伸开 调的基本方法是中指隔一个弦 扶在那里 不是飘在那里 扶在那里 然后食指向外 但是有的时候呢 是可以单独悬空调的 比如我们最后调一弦的时候 是悬空的 在演奏过程中也经常有这种情况 就是中指不扶而调 就是说基本原则是中指 作为依靠和准备 但是呢 也有时候是 悬空 比如勾一 以后再调 还有一种 比如中指扶在五弦上 调七 然后再调六的时候 就是不用再移动了 不许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一种 有一个基本的方法 也有很多灵活的变通使用 在这种方法 真的 我也有很多 顺恨 这个地方 组织音樂 的 词 词 人 词 词